駕駛室 老房小孩實在打招 設定11年加一接種 除了四大人第四桌疫苗 為新局提出 65歲醫生的民眾 14年加一接種 日期日6月25日 要不接種的人 要把6月底接種 可以領500塊的勵工 還是勵品 以及兩桌快台四桌 現在滿65歲 可以打第四劑 當然三劑 對自己的身體 有一定的保護力 那疫苗的保護還是有期限的 所以第四劑 現在還接著要打 那現在整個疫情 慢慢在緩和當中 那未來也有可能在秋冬 會不會有新的變種病毒 那我想都不曉得 當時的狀況是怎麼 但不管狀況是怎麼樣 就是打疫苗 才是保護自己最好的方法 所以今天感謝 大家願意把手臂拿出來 繼續打第四劑 改為官衛料方面民眾利用家日 帶四大人來接種 六月底進場會開設 一條交通 家日接種 這禮拜的十四中央 是伊莫德拉為主 那我們希望整個群體的防護力 能夠透過打疫苗 能夠讓整個嘉義 在抗病毒的能量更強 那現在整個醫療量能 還有所有的小朋友打疫苗 那包括老人家打疫苗 我想我們都很努力在打 那衛生局也很辛苦 包括很多的四大醫院 都來做相關的協助 那整個疫苗的施打力 現在狀況都非常的好 我們希望大家有可以打 那希望大家趕快把手臂拿出來 那配合政府趕快施打 另外賓中市 全完57間下廟營送 以及衛生送 都提供時代合物 民眾也讓伊莫德納 BNT AZ 高端 更清楚 正往來接種 既然黃沛蓋 廣場報道